各位朋友,我们今天又在旺角花园街 因为有点事情要扮演,所以就在这里吃中午饭了 我们记得上次介绍一个很好吃的煲仔饭 我们今天又是选择这个煲仔饭 这个煲仔饭坐落在花园街很久,一个很出名的招牌 为免我们有吹水之嫌,我们只是报个地址给你 这个就是介乎花园街和登打市街之间的街口 这里应该叫做红熙大厦 这个红熙大厦,就是花园街1号 我们就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金牌销售 这个叔叔是一个很热情招待客人的销售 叔叔也是负责在门口招待客人入铺 他很多时候都会介绍一些产品给我们欣赏给我们吃的 我们又看回了,我们这里有 很好四季煲仔饭 即是说一年四季都有吃的煲仔饭 这里我记得有一个煲仔饭我们很喜欢的 还有很特别的就是有一个白鲜煲仔饭 白鲜煲仔饭就基本上是 不是有很多人做煲仔饭会供应的 这里就有这个白鲜煲仔饭 还有它真的有成四五十种名堂的煲仔饭在这里供应的 也包括有些就是说 原来姜葱田鸡煲仔饭厉害了 这些真是很专业的了 还有特色的沙姜滑鸡煲仔饭 这些煲仔饭大家都没吃过了 一般的当然是纳美煲仔饭 北菇鸡饭、窝蛋牛肉饭 那些当然是例牌有了 也看看还有和鲜煲仔饭 真的不是开玩笑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进去这个餐厅里面 开始我们点我们心爱的煲仔饭 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极支引擎的叔叔 这个金牌车市 下次来记得要和他打个招呼 那我们现在开始进来了 打个招呼 打一枪先不要多说 反正就这样 反正就再反正 这个小小小伙婆 这个小小小小伙婆 这个肥些的老闆 你一看就知道她是老闆 我们现在当然支持粉丝 有吃煲仔飯 當然是吃煲仔飯 我們來看看 很久沒見了 我們來看看是甚麼煲仔飯 剛好余小姐 剛好兩個人 多個都不行 我們來看看 我們今天想吃甚麼煲仔飯 這麼早有沒有煲仔飯 這裏除了煲仔飯還有一個好特色的飯 海南雞飯 我們今天吃海南雞飯還是煲仔飯 你喜歡嗎?我吃菜 我吃菜 這個就是風味的南米 蝦球 蝦球煲仔飯也有 厲害了 海南雞飯 我們好像沒試過 不如我們試下一個海南雞飯 姐姐幫我點海南雞飯 是 大熱天時 海南雞飯 有甚麼東西 冬拉茶小甜 麻煩 冬茶小甜 原來海南雞飯還有飲料 又不錯 我們看到 雖然現在每張桌子可以兩個人 但是看到這個生意都是OK的 都不錯的 希望老友能夠在這個疫情困境裡 可以安然度過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裏面的客人 其實每張桌子都有客人在吃飯的 好 好 這個 這個煲仔飯 這個餐廳 老闆和老闆娘 都是很恩勤待客的 是的 你只要 你只要走進來 他就會很熱誠地招呼你 和其他那些餐廳 都是有些分別的 老闆就站在水巴 因為他們採取一個開放式的水巴 可以直接溝通 你有甚麼要求可以直接跟老闆說 包括這個煲仔飯 這裏都是半開放式 相當不錯 這裏 我們給大家欣賞一下這個海南雞飯 這個油飯真是金黃色 好美 這個海南雞的馬都不少 還有一個青紅蘿蔔的豬骨湯 也送了一杯凍奶茶 我們就不客氣了 現在我們就開始欣賞這個飯了 稍後時間我們再跟大家報告一下這個菜街的狀況 現在我們就趁著這個有少少空閒時間 我們就想訪問一下這個肥嘟嘟 這個圓碌碌的老闆 看看他對現在這個疫情和這個生意 真的有些甚麼意見呢 我的意見有三個字 慘慘慘慘 這麼淒涼 加多個淒涼 因為我們剛才聽到的 他們的夜市受的影響是很大的 那究竟夜市是甚麼情況呢 夜市不見了九成 不見了九成 那即是說開和不開沒有甚麼分別的 差不多 差不多 電費連電費都找不回 電費都找不回 即是沒有人消費 還是說街上真的沒有人呢 沒有人消費 街上沒有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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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不出街 嘩 嘩 嘩 如果這樣的話 對餐飲業真的很難頂 重災區的餐飲業 嘩 鬼滅性的重災區 鬼滅性重災區 那可能遲些淘汰的那些 遲些淘汰了很多 整低可以生存的那些 有空間 如果這樣算 是 希望 就是頂得住那些就頂 現在看哪個鬥長命 是嗎 真的有這樣的看法 真的鬥長命 是 那就好在不怕 基本上可以說九成九都是虧錢的 現在是虧錢的 是嗎 可以說真的九成九都虧錢 即是如果是說靠做舖面生意 夜市那些就 大部分 飲食而吃 仍然有一大部分 都是靠夜市的 對呀當然 消費在夜市 差不多六成至七成都是靠夜晚 但是如果你說 放寬夜市之後 你怎麼看呢 放寬嗎 都好 沒有 即是糖食可以放寬些 兩個人 一張桌 不要燒兩個人 都好 沒有 明白 也有影響 也有影響 我們都是那句了 頂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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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大就多大了 頂住 現在40年的歷史 會不會毀一彈 不會 一看你就知道 你有福之人 你看看 哪裏 還要有福 頂住 我們多點老朋友 頂住 他們上有政策 我們下有對策 一定要頂住 多謝老闆 多谢老师 希望啦 我们刚刚吃了这个海南鸡饭 炒粉面饭 就真的很棒 吃鸡有鸡味 还有很大一个油饭 根本吃不完 以今时今日在旺角的消费来说 这个真是抵食夹大件 下次如果各位朋友 有机会过来旺角这边逛街 买东西记得来这里试试 这个慈名的煲仔饭 还要加上海南鸡饭 我们今天下午吃饱了 预备应该做的事情 我们就继续做了 转下眼我们就走过来西洋菜街 真的觉得这条街满木仓仪 吉铺一堆 真是西洋菜街 真是西洋菜街不服昔日的繁华热闹 真是西洋菜街不服昔日的繁华热闹 街热闹店街不服昔日的繁华热闹 但是游人也不服昔日的繁华热闹 人都不知道去哪里了 好大间的繁华热闹 都摘起来 这些好大间的铺 就变了欧尼特卖场 一到这些欧尼特卖场的意思就是说 这些短租来的 已经不是有些长租固定客的了 有一间铺铺 以前这个位置 那个招牌很大的 现在变成这样 刚才老板说的 真是惨惨惨惨 我们香港不知什么时候 才可以恢复到元气 暂时这个旺角报道就是这样 高一段落的了 晚点再跟大家看一下 有些什么可以拍给大家看的 再希望拍多一条片 现在这个就是这样